我之间也是伦敦奥运会的我们国奥队的士林球员 这样的一位球员正在用进球和他在球场上的表现逐步的走进我们的视野 陕西中心与辽宁红运队比赛进行到第66分钟 陕西队24号朱家伟打进了本队的第三个进球 这也是这位来自广东梅县的19岁小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进球 我相信他以后将来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秀人物 因为他就这种对足球这种欲望很强 说到比赛欲望曾经发生过一个故事 那是半年前陕西客场打广州的时候 那场比赛看台上坐满了观众 是啊当时看球迷有那么多场地有那么好 而且反正就像地球 能渴望太渴望了 我也没发觉 后来呢 我看到他哭了 他一个人站在球场那里哭了 又没报他名 因为我想这种压力不要给他太大 后来我叫他说你哭干嘛 他说你为什么不给我这种机会 他说我太想比赛了 他说可能这种人就在大赛中 他会能拼出来的 那我就觉得这下还不错 以后有机会 肯定要经常给他点机会 5月17日陕西与大连的比赛中 朱家伟第一次踏上了中超联赛的赛场 后来他有了越来越多的上场机会 很多人都说小朱早该进球了 上不了场上不了场 就是一个实力问题 要么自己不够强 要么人家比你强 小朱说他有更高的目标 那就是去西班牙踢球 因为那里的连载技术好 他最喜欢黄家马的李 因为白色的队服很漂亮 小朱说他还有一个愿望 我那个国外肯定是有实力上的差距 我就想知道差距在哪里 而且现在足球那么多人嘛 有点不好意思 12岁的时候他最崇拜的球员是李毅 那时他的工作是在球场边给李毅捡球 赛场下的朱家伟是一个安静的大男孩 他最喜欢周杰伦 尤其是那首《不能说的秘密》 他说每首歌都有自己的一段回忆 也有很多不能说的秘密 包括未来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我们的记者告诉我啊 朱家伟说这是他第一次接受电视的采访 朱家伟说的是他第一次接受电视的采访